4月2日,中国基因检测公司益康基因与洛氏检查机构达持和解,同意将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授权的中共病毒家用检测套件撤出市场并退款给消费者。 异康基因近日曾在网站上以每套40美元的价格兜售家用病毒检测套件产品,声称只要在手指扎出一点血液,15分钟内就能检测出是否感染中共肺炎病毒。 该公司甚至还谎称产品已经获得FDA的许可。 检察官指出,FDA并未批准这一类检测试剂,异康基因的做法属于虚假广告,误导消费者。 检察官认为,这种利用民众的恐慌心理来兜售医疗设备的做法,不但违反加州法规,应当处以罚款。 且未经认证的测试套件也存在安全风险,处理不当,很可能造成病毒传播。 据报导,总部位于中国的益康基因公司,于2013年在加州注册,记录显示,其主任科学家为北大生物物理化学教授谢小亮。 目前该公司已经撤下产品网站,产品也已经下架,对此该公司则于周一表示,将遵守所有相关的州和联邦法律及法规。 感谢观看